哈囉我是江江 我今天來改裝這台佩佳希 商托勞 那護具改到滿五萬塊 剎車三萬五 底盤有原廠然後主射調 看不出來 主射調 膚色調 這裡而已喔 原廠這是側板 但他寫底盤耶 原廠底盤 然後主射調側板是旁邊這個三角形的 底盤沒有變啊 啊 來個複色調好了 引擎用改到滿的話是三萬三千五 那排氣管有原廠的 雙桶式 超放排氣管 雙桃園 巨型 哇這要噴火啊 喔真的耶 這好醜喔 應該都會噴火吧 哇這也可以噴火啊 那雙桶式好了 引擎蓋原廠長這樣喔 然後 留線型 留線型 就沒有 通氣孔啊 接車是多一條 多一條是可以塗裝可以改 可以用 那車燈有 這兩款 我用這個 我用這個 你用套件 全改是三萬塊 那顏色我等一下再選 噴漆 經典款 啊不對 我選一個亮金屬好了 喔 極致藍也蠻亮的耶 那就是極致藍嗎 膚色調的部分 他那個 邊邊的顏色就可以做點綴 他輪圈都 一起改 看看有沒有黃色 做對比色 喔 漂亮喔 可是因為 那個藍色太亮了 所以黃色就 感覺被吃掉了 如果我選比較深的顏色的話 黃色就會跳出來 會更明顯 喔 賽車黃 就可以跟他有搭配 那藍色還是感覺太亮 喔 喔 好這個顏色吧 藍色配黃色 對比色料 那測群的話有 街車主色調 複色調 街車探險 那改複色調吧 這樣他旁邊就有一條黃色的顏色 導流版的部分有巡航者 然後複色調的巡航者 探險 還有分街車的還有賽車的 要看街車 賽車導流版 他賽車變成是黑色探險的 巡航者就是 比較一般型的 但他因為他有上色 好啦後面就用比較穩重顏色吧 驗樹箱4萬塊 渦輪5萬塊 渦輪5萬塊 車輪類型 給他用跑車好了 隔二斤 原廠是長這樣 像渦輪一樣的 那我給他換個隔二斤的 一般一般 嘩 寧賭 是嗎 7萬多塊 款式我選客製化的 強化胎 燃霧的話用藍色 搭配車身的顏色 車窗用 彈色好了 哦, ¿cabando? 还要远远吧 這面板都長得差不多啊 槍槍一開始玩GTA的時候 買了第一台就是商托勞 但那時候我改的時候是紅黑色 所以我還蠻喜歡紅黑色 這次換一個不同的顏色 因為紅黑色的車子我太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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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好快喔 技術不好人可能就裝到車吧 開玩笑 好囉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